本视频由托贝尔原创制作 近年来一向被视为性价比较高的国产汽车发展势头越来越好 虽然没有任何合资背景 但国产车在制造成本与生产条件等方面并不比合资品牌要差 不过为了进一步提高自身的竞争力 国产汽车还是在价格更低与配置更高方面下了不少功夫 甚至一些细节也不放过 只为更好的吸引消费者 就比如国产车会在发动机舱里加上发动机罩 进口和合资车是没有的 那你们知道为什么要加发动机罩吗 这是因为发动机罩有几个很大的优点 不仅可以防尘防水 而且还可以吸收一定的噪音 以便行驶过程中车内可以保持安静 但也有部分人认为发动机罩主要是用来遮挡乱七八糟的发动机舱 增加美观 不得不说有了发动机罩舱内确实好看多了 况且罩子上在需要的位置都有开口 不用担心加机油 雨刮水和冷却液会不方便了 既然加一个发动机罩有这么多好处 为什么合资品牌没有采用这一措施呢 主要是因为合资品牌更在乎汽车的散热问题 重点是如今汽车的发动机是该品牌重要的门面担当 特别是发动机上所印的logo更是标志着汽车的身份 如果用发动机罩罩着就白费这一设计了 尤其是一些超跑更会尽可能的将发动机凸显出来 即使要加发动机罩也是透明的那种 对于这一点国产车也有考虑过 不过国产的发动机大多来源于三菱动力和东安三菱等 对于那些不喜欢带有日本技术的车主来说 加一个发动机罩将上面的logo遮起来是最为简单的解决方法 毕竟自主改动发动机需要一大笔资金 相对要困难一些 至于散热的问题车主们也不用担心 因为现在的汽车采用的都是水冷散热和散热风扇双管齐下 降温效果还是比较好 相信听了小编的介绍 大家都了解国产汽车为什么要加发动机罩了吧 而且也不用担心它会影响汽车的使用 大家可以放心购买国产汽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